董事長 委員 委員 2021年在立法院通過了那個50分的法官法的時候 當初民間施改會所提出來 交給民主進步黨團 在這個地方奮戰的 法官個案評鑑的制度 開放的主體範圍有多寬呢 就是人民 任何人都可以申請個案評鑑 這個制度的緣起是哪裡呢 的確是從美國法來的 但是剛剛柯建民委員 針對美國法的認識只講了一半 美國的州法官只有一半是選的 另外一半是用零選的制度的 如果在聯邦的層級的話 那個是總統來加以任命 當然前面也是零選 但不管是聯邦 還是密西西比河以西 密西西比河以東 不同的州法的制度 他們的法官評鑑具有共同的特色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請求個案評鑑 而這件事情在兩年前夏天的司改國事會議 有沒有提出來呢 有 有提出來 人民有權直接向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請求評鑑通過 不要再把這個申請個案評鑑的權限 綁在特定的司改團體身上 這個提案有沒有通過 這個提案有通過 實在力量黨團在這一次我們針對這個條文所提出來的修正案當中 我們考慮到了司法院說開放到全面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可以 他們案件量會負荷不了 所以我們擴張到具法律上利害關係人 具法律上利害關係人剛剛有委員指教 說這個是一個蠻模糊的概念 事實上不會 從我國的實體法到我國的程序法 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人 這個規範所在都有 法院所發展出來的解釋也非常明確 但是我要講的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實在力量黨團在這次的條文當中 我們要求說法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 他們自己如果有三個人以上 他們也可以提案要求評鑑 我不敢略人之美 這個不是實在力量黨團的創建 同樣的是在我們的司改國事會議當中 所達成的結論 那個司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最後贊成的15票裡面 有邱泰山委員 陳銳仁委員 楊雲化委員 孫怡信委員 李嘉文委員 湯金平委員 楊永年委員 林孟黃委員 林玉雄委員 蔡柏芳委員 陳銳仁委員 這些委員 在司改國事會議當中 提了這個案 而且在分組全數表決通過 我來說一次 謝謝黃委員 謝謝黃委員 所有登記 發言的委員 已經已發言完畢 現在依序進行表決 我們先來 選擇 好